好啦,開玩笑的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不滅 這個開場音樂很讚吧 今天是要來跟各位接受Banjin手遊中 第三隻時裝的真人樂團Mophonica 而說到Mophonica,各位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是高雅而不脫俗? 還是貴族千金大小姐? 還是那個十分搶戲的小提琴呢? 當時還是動畫檔的我看到Mophonica的時候 心中想的是 這不就是傳說中的水手服嗎? 啊,香爆 而我有87%的信心認為大部分的動畫黨除非有看Pico 要不然對Mophonica的第一印象是 啊,三小 所以此次所介紹的Mophonica是以動畫黨為主 希望各位動畫黨看完這部影片後可以更加了解這個團體 要介紹角色之前先來說一下樂團的基本設定 樂團成員在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時候 是取其校名稱作樂之聲 並且當時小提琴手並未入團 後來到了主唱真白回歸 小提琴手入團後才改名為Mophonica Mophonica的名稱前面取變化變聲的德文 後面則是將其樂團特色小提琴 融入自己的團名中 在經由德語的變化 將兩者融合於樂團中 學校樂森女是一所貴族學院 樂團中的所有人都是由同年級 且同學校的高醫生所組成 並且在主要七團中是唯一有小提琴手的樂團 取名的意義也雙觀著閃蝶的變態過程 期許彼此能如同昆蟲羽化成蝶 成為一個變態的人 喔不是,我是指 成為一個能隨時間推移而成長的人 同時在手遊中 Mophonica的主唱真白就有在時裝前 與主線劇情登場過了 其樂團劇情的時間軸也可以對應到第二季的主線劇情 接下來開始介紹一下Mophonica的角色 主唱Kurata Mashiro 生日為2月19日,本身同時也負責作詞 雖然就讀樂森女,但家庭並不是特別的富裕 自認自己的才華相比其他同儕平凡 在學校找不到自己的歸屬 直到遇見Popee Party的演唱 所以萌生組樂團的目標 目標是要站上Kurata的舞台 以此為目標而努力 個性十分內向且沒有自信 非常的微微縮縮 曾經因為網路上的負評而玻璃心想要退團 後來在滬山鄉城和銅骨透子的開導之下 才又想起最初在舞台上滿是光芒的悸動 終於發現了樂團就是他意志想要做的事情因此回歸 非常的怕聲 在活動劇情滿開花束下的渲爛交響曲中 被藍的8加9樣有辛拉的臭臉 踩的偶像光環和新的奇異靈牙嚇到跑走 內在的想像力豐富且作詞優美 但很容易緊張影響表現 曾在一次要演出live前幾日 被鄉城說會帶其他人一起到現場觀看 再加上透子在自己的社群貼文說 要發表新歌 雙重緊張buff之下寫不出歌詞來 值得一提的是 因為真白內向的個性 所以在和其他樂團交流時 通常都會以鄉城扮演中間的橋樑 鄉城也是在其他樂團中 與真白互動最多的人 個人認為 在追逐夢想前期實力是樂團中最多的 和被別人說演唱很差等很多方面 都和以前的護山鄉城一模一樣 鼓手Futaba Tsukushi 生日是9月15日 是樂團的團長 同時班上也擔任班長 家裡是開餐館的 做事非常認真 目標是想成為一個可靠的人 但是卻往往是與問為 做事基本上都會因為自己的迷糊性格 導致只有做半套 在樂團劇情中 填樂團練習場地兼用申請單 被留為指出光是錯誤的地方就有好幾處 差點害的場地要被學校抽回 以及在活動劇情 歡迎您來新年參拜時 由於離開真白前告知的會面地點過於模糊 導致真白當場迷路 最後用廣播才找到人 個人認為就個性方面而言 和完善起來十分相似 帶人熱心 當初為了國武沮善的真白 而代席去唱Circle The Live 結果自己和路過的透子 皆被Live吸引 在後來真白招募樂團成員時 和透子一同成為真白的口袋成員名單 小時候有打過鼓 因此選擇了鼓手的位置 並且在家也有認真練習 身高很矮 在Pico第二季有被官方吐槽 吉他 Kirigaya Toco 生日是12月16日 和真白和竹子余色口內初次見面 後來也成為了真白的口袋名單 在猜拳決定樂器的橋段 因為覺得彈吉他很帥 想要選吉他不斷地要求重來 沒有什麼事用猜拳無法解決的事情 如果有就兩次 再沒有就三次 就是要搞到你真白和竹子直接裡 讓我先選為止 個性十分的大辣辣且直爽 容易記錯人名 曾將竹子的姓名叫錯 於是最後給竹子取得綽號叫惡之柱 至今到底有沒有記住他的本名 真是個謎 很容易遲到 是樂團遲到之最 喜歡把自己的想法夾住在他人的身上 曾因為想要帥氣的秀一波 而要求劉維把新取得高技術段路給他彈奏 最後直接被光束打臉 在最後努力的練習吉他 而被劉維勉強認可 把曲子彈奏交給了他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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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來就翻車了 最後是在殺業多惠勳的指導之下 把技術拼了上來 完美演奏的那一段精彩的段落 也曾認為藍喜歡狗 而選擇貓咪 又擅自認為對方在洗集而泣 造成了藍不小的陰影 家裡是開和服店的 非常聽奶奶的話 由於家中的關係 自己也會製作服裝 樂團的服裝便是他設計的 雖然平時很隨心所欲 但在某些正式場合仍非常的懂理術 自己很用心的經營自己的社群 是個名氣不小的網紅 JustLikeMe 在談話中會使用許多近代的流行語 在校園也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人物 夠了 BASE HIROMACHI NANAMI 生日是6月16日 是個多方面的天才 但是因為自己的才能而交不到朋友 因此選擇讓自己裝作平凡的人 非常喜愛普通 加入Mofonica 也是覺得這樣的行為是多數正常人的選擇 個人認為和日菜很像 都是天才 取高和寡不被他人理解 但兩人的應對大盡相停 日菜選擇以自己為主做他自己 而七生則是選擇迎合這個社會改變自己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日菜和七生不同的性格 回到正題 既然雖然裝作普通 但仍因為拿捏不當而顯露出自己的天賦 比如異學貝斯就上手 憑憑著樂團練習而沒有私下練習 便可以達到在樂團中中上的實力水準 還有憑網路查找資料就可以將詞取重譜 在Mofonica正式成立後 團員們便都在七生家做練習 家中的場景也正好呼應其父親是雕刻家 母親是畫家的身份 喜歡收藏這個行為 但不一定喜歡收藏的物品 喜歡看恐怖片 和同為鬼片愛好者的李美 再初次見面就一拍即合 不擅長人際互動 遇到身面孔 但想要加入話題時 都會在遠處的草叢看著對方 給人無形的壓迫感 遇到任何事情 很喜歡上網找資料 秉持著網路我大哥的精神 曾在透子和劉尾吵架時查詢 吵架的解決方法 順帶一提 今年7月底日服推出的活動劇情 秘密與青春的鴛尾花 中似乎有提到廣丁七生小時候的秘密 只能是造成廣丁七生希望自己變普通的原因 因為我沒有玩日服再加上N87的日文水準 我還是乖乖等台服推出好了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刻一下日文內容 不過個人猜測應該會是一個很不愉快的悲慘黑歷史故事 小提琴 雅修綠 生日為11月19日 同時也是樂團中的作曲者 外表和身材看起來都很成熟 因此有時會被別人問有沒有喝牛奶 是樂團的理性擔當 對於自己沒有利益的事情就不會去做 認為自己的小提琴沒有辦法做到頂尖 而放棄了小提琴 但加入Mophonica從事小提琴 是她第一次順從自己的感性形式 字節很短 在字節影片中只說自己的名字和樂團中的職務 加起來差不多20秒而已 後面的30秒都是竹子等人的吐槽 加起來還比劉維自戒的時間多 在樂森女中也是不輸透子的風雲人物 在各方面的成績都很好 並且是學生會的成員 在一開始作為學生會成員的身份 負責看管、真白等人在教室的練團 後來在透子其他成員的勸說下 試著順從自己的感情加入了樂團 說出的話很直但卻都可以指導問題核心 樂歐和透子吵架說出其短處並舉例成功 指出阻止了田、場地借用的單子錯誤 發現其身裝作普通 表情很少 通常都是面無表情的撲克臉 在我的記憶中她的表情除此之外 就只有字節中的微笑惡耗表情而已 和林子小時候認識 並且對於她的鋼琴給予極高評價 個性認真演技很像以前的尤希娜 但在劉維的某張卡面具其中 與尤希娜的對話可以看出尤希娜的成長 處世變得圓寡且重視樂團的成員 反觀劉維表示自己無法理解 凸顯了劉維相較之下的不成熟 以下是Mofonica的角色介紹 對我而言Mofonica的曲風融合了小提醒 有著高雅的氣息 雖然其前期的歌曲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配合樂團劇情 只能說有些不理想 例如第一首原唱歌曲Daylight 主唱的聲線過戲導致聲音容易被其他樂器蓋過 整首歌彷彿小提琴才是主旋律 也導致副歌並沒有太大的高潮迭起 而另一首前期的翻唱曲 更是導致真白岩上事件的爆發 有關這件事情等學測完再做一支影片解釋 而在最近釋出的Ben June Finlayer第二季的預告片中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真白的歌聲對比手遊更為明顯 在副歌也刻意的放大了聲音 相較之下更有震撼感 而Mofonica的歌詞內容則是扎扎實實的無懈可擊 內容甚至融入了月生女的笑訊 你的光輝將會照亮通往未來的道路 變成Daylight的歌詞 給人一種指引光明照亮夢想的印象 而在另一首歌曲《金色》 更是描繪了真白的心之所像 金色的舞台光之鼓動 和彭P Party的香城一樣都在尋找那份內心的悸動 縱使不被他人看好 縱使知道自己是墜落的 他們兩人最後都一樣回到最初的夢想 朝著這條路筆直的前進 少女樂團的核心精神在於傳承 當時Gitter Green給予了香城目標 而香城組成的彭P Party也改變了真白和Local的人生 喚起了他們想加入樂團的需求 換了彭P Party從高中畢業後 Mofonica是我認為最有可能繼承彭P Party的位置 成為帶領後繼樂團前進的希望 將少月的那份鼓動傳承下去 我是不滅 以上是Mofonica成員的詳細介紹 希望看完這支影片的動畫檔可以更加了解這支樂團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